春雨今春 清古天 夏滿盲夏 蜀香蓮 秋楚入秋 寒霜降 冬雪雪凍 過寒年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高堂中醫郭伯承郭醫師 請代表全員同仁向各位觀眾說聲 新年快樂 而今天我們所要分享的主題是 二十四節氣裡的立春 說到二十四節氣啊 想必各位是既熟悉又陌生對吧 其實節氣是古時候的人們 結合他們當時的過往生活經驗 以及季節氣候所統整出來的智慧節晶 而二十四節氣有一個很重要的效果 就是要提醒當時的農民 什麼東西適合採收 什麼東西適合播種 以及站在我們中醫養生的角度上 立春大概可以往三個方向去注意 首先是氣溫變化 有一句俗言叫做春天後不明 其實就是在講說 畢竟春天也才剛脫離冬天不久 所以天氣還是陰晴多變 出門還是要記得多穿一件哦 再來第二個要注意的是飲食 想必大家也跟我一樣 東令進補吃了不少 所以也變種了許多對吧 因此啊在飲食上會注意 要盡量多吃一些綠色蔬菜 以及以新溫助養能夠幫助消化的食物為主 像是青蔥洋蔥韭菜菠菜芹菜 還有年輕觀眾朋友肯定都知道 視網膜最討厭的香菜 而最後則是在情智方面要注意 戒躁怒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認識躁鬱症的朋友過呢 如果有機會啊陪他們聊聊就會發現 通常在季節交替的時候 特別容易情緒不穩定 其實啊我們人的心跟外在的環境氣候呢 是有很大的相關聯 比如啊在天冷的時候 情緒就特別會容易受到壓抑 就有點像是cold down這樣的感覺 大家想想看 假設我們今天開車在路上 然後突然遇到一個三寶 跟你右轉不打燈切進來 差點A到 這時候是不是會很生氣呢 所以這個時候可能我們正想搖下車窗 正準備跟他對罵的時候 一陣寒風襲來 默默再把車窗關起來 哎呀天氣那麼冷 發抖都來不及了 算了算了 還要浪費力氣跟這種人吵架 不值得不值得 但是喔各位要注意 在這邊給大家一個溫馨的小提醒 很多時候我們說算了 但情緒未必真的會就此消失 反而啊會抑鬱在心 內傷七情 進而導致自律神經失調 百病重生啊 其實我們能控制的只有我們自己的言行 而情緒其實是需要被好好的照顧的 要記得 有的時候每一種負面情緒的背後 其實都藏有一顆渴望被理解的心 或許我們應該學習的 不是告訴自己說哎呀不要生氣 哎呀不要難過 哎呀不要緊張 而是要學會如何擁抱自己的情緒 照顧自己的心 那咱們今天影片也來到了尾聲 感謝各位觀眾耐心的收看 在最後這個冬天已去 新春將臨的階段 也希望世界上每一個受苦的靈魂 都能夠挨過現實的冬天 迎來人生生命的蠢甜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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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給大家看 我們在看 我們不見 小臉 我們應該是在く 我們下次見 多的時間 ük水 我們